红蓝卡健康保险年度转换期即将在3月31日截止 每年都只有在短暂的开放期投保期间 才能够申请或者去更改你的健康保险 即便申请过后你不满意的话也不可以改了 要等到下一年的开放投期才能够更换 所以如何选择最适合你的保险呢 一块来听听福泉健保的专家怎么说 各位亲爱的长辈朋友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已经三月了 您对您的健保是不是满意 如果您不满意 您是不是想要转换 福泉健保告诉各位大家一个好的消息 您如果对您现有的健保不满意 您还是可以转换 只要在3月31号之前 您还有一次机会 最后的一次机会 唯一的一次机会 您可以转到您喜欢的健保计划 福泉健保 在COVID-19肆虐的时间 我们了解你们的心情 这期间我们也增加了许多额外的福利 我先为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福泉健保新增加的交通的福利 首先您每年有24次的一般性的交通运输 每次不超过25公里 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您的医生 或者是到您采购的药店去购买 除此之外 福泉健保 有关于救护车的服务 我们已经把经费下调到20元 您只要付20元 您就可以拥有救护车的服务 福泉健保 医疗牙医的服务 我们给大家新增了一些福利 每年有1600元的牙医津贴 您可以利用这个牙医津贴 看任何您喜欢的医师都可以 您只要和您的牙医师 和您自己达成协议 您就可以做任何的牙齐治疗 如果您是看福泉健保签约的 网内的医师 那么您除了1600元的津贴之外 每年您还有两次洗牙和X光的检测 这个是免费的 如果您有任何医疗和健保的问题 请立刻致电福泉健保的 专业团队顾问 我们会用您的语言 广东话或者是国语 来回答您最实际的问题 给您最实际的答案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